大家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今 过去这几天 中国的疫情和俄乌危机有新的进展 咱们今天都来聊一下 重点还是先聚焦中国的疫情 深圳终于封城了 3月13号星期天深圳市当局突然发出公告 说全市的公交地铁停运 全市的社区小区城中村还有产业园区 全部都实施封闭式管理 全市人员非必要不离身 如果确实你有必要离开怎么办呢 一律平24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有效证明才能走 而且全市计划要搞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深圳的常住人口是1700到1800万 所以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都要在3月14号到20号之间完成 你想想这是多大的规模 又得折腾人的事来了 这是从2020年以后 可以说中国第一座进入封闭状态的一线大城市了 深圳都这样了 上海其实也好不了多少 虽然上海市政府截止目前 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还说中等风险地区只有10个 还暂时没有高风险地区 但是早在3月10号 上海就有网民说被封控的小区就超过了200个 上海一共有大约13000个居民小区 我们看上海的疫情曲线就很说明问题 1月份上海的疫情有一波小小的高峰 但是一轮铁腕清零的操作之后就压下去了 从2月中旬以后 确诊病例又出现了一波强劲的攀升势头 这显然和春节过后 在上海就业的外地人员 回到上海这个春运是有关的 2022年中国的春运客流量 只有疫情前2019年的35.6% 看起来是不多 但实际上比2021年增加了20% 春运的结束是在2月底 2月26号或者27号 你看大约10天之后的3月中旬 这个病毒就在社区传播发威了 大量病例就被报告出来了 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大城市呢 也是外来就业人口的浮凑之地 是外来就业人口集中的地方 所以应该都是类似的情况 那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 经济和清零两不误啊 现实中是难以做到的 你要清零那你就别要春运了 可是没有人口流动 又哪来深圳上海这样的经济引擎呢 所以保清零和保经济 什么经济增长要5.5啊 这两个目标之间呢越来越难以兼得 今天呢我就不想把中国防疫和欧美对比了 之前说了太多了 今天重点想把它和台湾的经验对比一下 台湾防疫是相当成功的 那同样也是华人社会啊 星期六有一位台湾网友给我写了很长的留言 谈台湾的防疫经验和成就 让我呢也非常有感触 台湾是没有动态清零这个说法 也不铁外 但是台湾对病毒的容忍度也是很低的 一旦发现新增确诊 从政府到社会也相当紧张 也是要致力扑灭的 这里先强调一下啊 因为很多华人观众的那个头脑非黑即白 他觉得防疫就两种办法 要不然就是风楼风驱这种铁腕清零 要不然就是无所作为的躺平 其实这两个极端之间呢 是有很多过渡手段 过渡阶段的 哪怕是管控的比较松的英国瑞典政府 也不是像有些观众理解的啊 绝对的消极无为躺平 他们也是对室内户外的聚集人数有限制 也有在疫情高峰期 关闭某些设施 也有疫苗护照措施 那么从铁腕到躺平这两个极端 之间的那个光谱带来说呢 台湾还是比较趋向于严格这一边的 采取何种手段应对危机啊 咱们得强调一下 它并不必然和你民主与否有关 危机当中的小国 经常它政府也很强势 对社会有很强的干预性 哪怕是民主国家 它也是这样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这是和小国的体量小 抗波动性差有关的 你像一大缸水放在那儿 你过去狠狠踹一脚 它纹丝不动 你得使劲去摇晃它 才能造成一点点波纹 那是因为它体量大 如果一盆水摆在那儿 你过去踹一脚 盆子就翻了 水就撒一地了 同样踹一脚的力量 对一大缸水和一盆水效果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体量问题 我们在会员网站节目当中 过去有很多集讲过千年共和国威尼斯 威尼斯从它建国一开始 就有一个指令性非常强的政府 威尼斯是建在一个细湖上 它得填湖造地 土地资源非常紧张 所以它所有的房屋规格和建筑材料 政府都有标准化的要求 绝不是我有钱我就可以想怎么盖房子就怎么盖的问题 还有威尼斯的固定航线 商船是归国家所有的 叫做穆达商船制度 因为商船是国有的 它就要确保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够往船上载货 都有经商的机会 避免经商权被少数富人垄断 造成贫富分化 而且威尼斯政府自打发行国债开始 一定份额的国债 它一定是摊派给富裕阶层的 你必须论购 不买不行 但是你问共和国政府 它不是选举产生的吗 对呀 选举就赋予了它这么大的权利呀 因为全民是有这个共识 我们小国寡民 抗波动性差 一次失误就足以造成亡国 在危机当中 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体量去消化危机 我们没有本钱拖延时间 没有试错的本钱 这是小国 那你看大国就疲势的多 像瘟疫这种事情 它在一个地方严重点 在另一些州或者省份 可能就缓和点 两乡抵消 对国家造成的整体波动就没有那么大 那大国政府就能从容一些 它对社会的干预力度就未必有这么强 我们这里是讲一个总体的原则 归根结底 每一个国家怎么样应对危机 是和你当前的处境有关的 小国民主政府也有放的宽一点的 比如瑞典 关键是一个国家怎样面对危机 它不和你是民主专制必然挂钩 民主政府你说就必然会宽松点吗 专制政府才会严格吗 它不是以意识形态来划线的 主要想说明这一点 那台湾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 它确实本土感染的案例很少 这个奥密克戎来袭之前 甚至一段时间本土确诊是零 它事实上达到了清零 第二很难得的是 你看在疫情这几年 台湾的经济是实现了健康增长的 2020年它的经济增长达到了3% 全球都因为防疫到处搞封锁 线路衰退的时候台湾却是健康成长的 2021年它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6% 创了11年的新高 你不能光看这个经济总量增长 中国大陆还宣称这个经济增长保留了 你要看所有这一切和经济健康有关的指标 台湾都是一路向好的 像台股的总市值 就业增长 贸易顺差 人均GDP 所有这些经济指标 比如说台湾这两年都是一路走高 台股的市值在2022年初超过了韩国 所以台湾真的是做到了防疫和民生两不误 这是第二难得 第三最难得 最难得和最难得之处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就是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没有封城 没有封楼封区 没有什么方舱医院 没有频繁的核酸检测的情况下完成的 台湾呢也有分级管控措施 疫情严重的时候什么公共游泳池啊 公共海滩呢也有暂时关闭 对市内和户外的聚集人数也有不同级别的限制 但是2021年7月份以后就逐渐放宽了 到2022年2月底是暂停了警戒分级 最正好就和中国大陆那个疫情又回来到处搞得很紧张 形成了鲜明对照 那请问台湾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些成就呢 从源头上讲啊 这得归功于一开始就堵住了病毒的社区传播 只要进入社区传播的层面啊 那你就消停不了了 堵住了社区传播呢 这么说有点绕啊 咱们可以说的再明白一点 就是从第一秒起就打死不幸共产党 在2019年底这个武汉肺炎的消息刚一出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冠病毒这个命名 还都说是武汉肺炎 从武汉警方还在训诫李文亮医生的时候 台湾就在密切关注大陆的疫情了 我是2020年1月6号那天到的台湾 那我一到台湾和这个台湾学界政界的朋友接触呢 他们就都在谈论武汉肺炎了 就在那几天啊 这个台湾的医学机构和处理两岸关系的政府部门 就已经在和中国大陆政府联系 询问武汉的情况了 所以台湾对疫情的反应效率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 你看美国就慢多了 那是因为川普政府在2020年1月15号和中国签了贸易协议 他不想马上在疫情这个事情上逼中共太紧 责难的太厉害 好像让中共下不来台 都已经签了贸易大单了吗 他反应就慢了 心理上就放松了 这也是川普的最大失误 所以台湾发现的病例 绝大部分在入境隔离这个环节就拦住了 本土的少数案例呢 也都能及时查到源头 以及找到和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造成社区传播的失控 他在防疫上抢得了时机上的先机 这相当重要 在剩下的经验当中 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谈的那部分 就是民众自律 政府透明 互相配合 达成信任 这非常重要 政府这边呢 你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把握缓急的缰绳 太急太严的手段呢 会适得其反 会提升你的管制成本 民众会反弹 不配合 在中国大陆啊 你看这个铁腕防疫搞了两年的时间 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你一人中招万人隔离 那很多人就不向你报告了 这个对我的干扰太大 没人跟你耗得起 那双方就进入这种不信任互动 渐渐就越来越难控制 所以政府一开始呢 自己心里就得悠着点 你不能一开始就完全不顾忌民众的感受 得试着来 得时时刻刻解释充分 得考虑到受到防疫手段波及的这些民众的感受 咱们说简单点啊 就拿入境隔离的伙食居住条件这一项来说 中国大陆就没法和台湾比 这两年海外华人回中国都有这个感受啊 不仅把你当成投毒犯一样防着 还要狠狠宰你一笔 把你当成肥羊 那台湾呢就不是这样 政府对民情的反馈呢 得认真倾听及时反应 及时的调整政策 你要看这两年台湾的民意啊 你会觉得三天两头 政府都会被骂成臭头 你甚至会有一种错觉 台湾政府是不是窝囊费啊 一开始啊 这个公交和捷运 也就是地铁 没有强制要求戴口罩 结果被老百姓骂翻了 强制的口罩令呢 是2020年4月份才实施的 等这个口罩禁令实施的时候呢 一时间又缺货了 又有一群人跳出来 把政府骂翻了 台湾政府的反应是 及时行动 解决货源短缺 你突然间要让厂家扩大产能吧 他们会有犹豫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人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 我要是贷款去买了机器 新建生产线 几个月需求过去了 又不需要那么多口罩了 那我不就亏了吗 这个时候就得政府积极发挥作用了 政府出来说不用担心啊 台湾政府马上订购了60条 口罩生产线 机器你们厂家就拿去用 但是有条件 要求是 每台机器必须生产500万片口罩 其中120万片无产给政府 剩下380万片呢 政府按照每片新台币2块5的价格采购 等这500万片交货完了以后 机器就归你了 厂家就很happy 因为政府采购的那部分价格呢 口罩的价格也比疫情之前 承销商采购的价格要高 最后呢 还机器归自己了 左右都不亏 所以厂商就有行动的热情 在疫情之前台湾的 口罩日产量只有188万片 到2020年4月底啊 产能就达到了日产 1700万片 5月份就达到了2000万片了 在这个过程中 台湾政府与产业界与民众透明互动 最终达成了信任与配合 那我觉得这是台湾防疫模式成功的最关键 二人同心其力断金 何况多人呼 这也是全世界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美国都应该学习的 那在疫情期间 台湾政府勇于认识 不怂也不飙 张弛有度 那我觉得呢 这也是体现了华人文化当中的 中庸之道和稳健平和 也是要点赞的 还有朋友说能不能评价一下 新加坡的防疫政策 因为新加坡政府呢 也是顶住了社会当中 相当一部分人要求铁腕清零的那个压力 要求抄中国作业的那个压力 也顶住了 坚持与病毒共存 那新加坡政府的话题呢 咱们以后找机会再说 今天时间不够了 我发现在中国大陆以外的 华人社会 这几年防疫的成绩都算是比较优异的 在世界各国里面呢 算是成绩靠钱的 在我看来呢 这也都是体现了华人传统文化当中的 外源内方 中庸稳健的性格 是这种性格优势的体现 外源内方呢 就是指带人接物的时候 你既要考虑对方的感受 你不能太过带棱角去伤害对方 不固执有灵活度 这是外源 内方指的是自己很有主意 知道怎么做 不是别人抱怨几句说几句就被带跑了 所以外源内方这个修养呢 就取乏于天元地方 只有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就搞得非常极端 所以呢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啊 疫情这几年呢 就有不少人大骂中国文化怎么垃圾 那我怎么反而觉得 在这种长期化的防疫过程当中 反而是体现出了 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性格 那种优势呢 关键是你别只瞅着中国大陆看 你要看一看没有受到共产党染指的 别的华人社会的表现了 那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高兴的事啊 就是经过COVID这几年 台湾的民主是更加强大了 民众也更加成熟了 而不是像某些地方社会更加割裂 让某些人有机会借着危机来剥夺人民的权利 台湾的自由和民主经过疫情反而更加成熟了 这是讲疫情 接下来呢 俄乌危机有个新进展 我觉得也得说一下 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说 俄罗斯已经在要求中共 提供军事装备的援助了 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美国官员 是拜登手下那个国安顾问沙里文 他和杨洁篪在罗马会晤之前传出来的 是美国官员放的封 这比较奇怪 从来都只有这个中共从俄爹那里买武器装备 那这回是俄爹要求中共提供武器装备 请问是提供哪些类别的装备呢 没说 我的猜测啊 俄罗斯现在最缺的是后勤运输 目前最需要的呢就是卡车这一类的运输工具 可能是会让中国支援一批卡车 同时呢也有弹药武器配件这一类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军需物资 西方给乌克兰提供的援助 大量的是便携式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 因为中国的这个科技水平就在那儿嘛 你说要提供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装备给俄爹 那估计就有点坑爹了啊 其实我倒是希望中国产的什么红旗导弹这一类的 拉上俄乌战场就支援给俄罗斯试一试 看看小粉红吹的厉害的不得了的中国的国防科技 到底有多先进啊 实际表现怎么样管不管用 俄罗斯现在表现上很像是黑风寨的老大 要求手下的兄弟你们全给我下山 每个人都得干一票杀人放火的买卖 来给我交账表忠心 先是把车臣的兄弟 你看看送上了乌克兰前线 你得上前线为我拼命才是对我忠心 然后呢又从叙利亚招募雇佣军 现在呢是让中共出钱出枪 是兄弟就不能够骑墙当两面派 老大发话了 不仅普京大哥这边发话了 那西方这边也逼得紧了 你如果真的是支援俄罗斯的话 那么中国的相关企业就会受到欧美的二级制裁 那中共呢想要在俄罗斯和西方这两边敷衍 齐墙混日子是很难过得下去了 习近平马上就面临着是要入伙俄罗斯 还是和西方脱钩这种选择 选择的后果呢对中国人是很痛苦 但是对习近平来讲啊悬念其实不大 就是如果他向西方的压力屈服了 那俄罗斯垮了 他觉得中共就要单独应付西方的火力 而普京只要保住就算中俄都变弱了呢 还有一个背靠背可以依赖的伙伴哥们儿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疑问 他是会选择原额的 当然在纠结过程中我相信啊 中共体制内部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所以你看胡锡进这个时候都跳出来喊话 俄罗斯千万不能倒 一个敢于不买西方的账 又敢于和西方公开对抗的俄罗斯 说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战略屏障 它是指是对中共的战略屏障 胡锡进说未来几年美国由于俄罗斯这个事儿 战略上分心是免不了的 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啊 就是和胡锡进处于对立立场的另外一些人 却是和胡锡进看法一致的 他们也反对西方干预俄乌局势 是因为担心造成拜登支持率上升 在美国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 民主党又赢了 所以觉得不如就让普京得手 反而让西方能够更加专心的对付中共 这两种立场上针锋相对的人 结果在放手让普京去赢这个事情上达成了一致 我觉得也是挺奇妙的 但是这两拨人都有同一个毛病 就是对现状的判断不准确 都是从自己的愿望出发理解 而不是客观的理解现状 请问现在中共感受到的压力 是比俄罗斯入侵之前大了呢 还是小了呢 那当然是大了嘛 如果说俄罗斯入侵之前 中共感受到来自于欧美的压力 只有两分 那个时候 欧洲基本上对中共还是相当绥静的 但现在有了俄罗斯的入侵 西方因此使出的力量 就有三到四分传递到中共 所以习近平感受到的压力 其实是比以前更大了 而普京最终失败的结局呢 是高度确定的 所以西方国家输出的压力 就会有更多的部分平移到中共那边去 我们参照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美国的战略也是先在欧洲击败德国 并不是以日本为第一目标的 美国进入战争动员以后 他的新兵要招募进来 要训练编程 飞机坦克要从生产线上下来 这个民用工业要转向军需 它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美国加入二战以后 他第一场有战略意义的行动 差不多是一年之后 1942年11月份入侵北非 然后呢是在西西里岛登陆 然后是在意大利登陆 迫使意大利投降退出战争 再然后是1944年诺曼底登陆 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你看从1943年到1945年这几年 美国战争机器发动以来 尽管压力承受最大的是德国 日本这边感受到的压力 它也是逐年上升的 如果二战不爆发 美日之间的矛盾 它肯定不会发展到这么快 短短几年之内就让日本帝国 受到负灭性的打击 所以我觉得说 让普京在乌克兰得手吧 美国好专注对付中共 就如同说让希特勒在欧洲得手吧 美国好专注对付日本 当然战争它能不在欧洲爆发 变得这么残酷是最好的 那是另外一个剧本 但是既然战争已经爆发了 你又坐视希特勒得手 它只会让日后对付日本变得更难吗 轴心国集团只能因为成功变得更强大吗 更难对付呀 何来专注对付日本这一说呢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清奇的脑回路 可是今天有些人却用这种思路 看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觉得应该放手让普京得手 今天俄罗斯可能是不如中共强 但它率先破坏了国际公正的秩序 如果它都不能被阻止 那又如何阻止经济实力远远强过它的中共呢 这个确实很难赞同啊 那么好 今天的话题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明天我需要准备咱们另外一个频道 文昭思绪飞扬上的内容 在《谈古论金》这个频道呢 咱们就是星期三再见了